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l clase de Chancé de Chancé de Chancé, soy Yaya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Chancé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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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cé. 今天呢,Yaya老师要带给大家学习《长用西班牙语900句》中一个新的章节了,关于求学的,关于求学的,我们把这一章叫做求学篇,拿着讨论求学的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关于选择学校的问题, 在选择学校方面我们会讨论到哪样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首先啊我们先要在网上可能要查询一些关于大学的信息 对不对 关于大学的信息 那我们说这句话 我需要查询西班牙的大学信息 这句话很长是不是 老师先给大家来读一下 Tengo que buscar la información sobr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ña 好 不用紧张啊 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 我需要查询大学的信息 对不对 我需要 我要怎么怎么样 Tengo que 我必须要 我需要 好 我要干什么呀 查询信息 查询信息对不对 查询信息我们要怎么说呢 首先查找查询 Buscar Buscar Buscar好 信息 La Información Información 信息 La información 好 查询信息 Buscar La Información Buscar La Información 查询信息的意思 那关于什么的信息啊 关于什么的信息啊 我们用一个 So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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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什么的信息 关于 来自西班牙的那些大学啊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nia 好 那我们这里 Universidades 就词 Universidad 我们之前讲过 大学的意思 对不对 Universidad 那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 复述的形式啊 Universid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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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的大学呢 西班牙的大学 De Espania De Espania 好 从头来整理一下 我需要 Tengo Que 查询信息 Buscar La Información 什么样的信息呢 Sobre 然后 关于 西班牙大学的信息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nia 好 这句话 Tengo Tengo Buscar La Información Sobr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nia Tengo Que Buscar La Información Sobr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nia 我需要 查询关于 西班牙的大学的信息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讨论一些 大学中的专业 那雅雅老师在这里 跟大家就是 用医药学专业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可能会问 我们西班牙哪一个大学 医药学专业是最好的呢 医药学专业是最好的呢 那我们可以说 首先在西班牙 In España In España 好 哪一个大学 Que Universidad Que Universidad 这里还有一个问号 Que Universidad 哪一个大学 哪一个大学什么样啊 是最好 Es mejor Es mejor 是最好 对吧 Es mejor 什么方面是最好呀 在学习 医药学方面是最好的 Para estudiar la farmacia Para estudiar la farmacia 在学习 医药学方面是最好的 Estudiar 学习 Farmacia 医药 Farmacia 我们之前学过 在我们说药店的时候 用的也是这个单词 Farmacia 好 从头来一下 在西班牙 In España 哪一个大学 Que Universidad 是最好的 Es mejor 干什么是最好的呀 Para 然后 学习医药学 专专业 Para estudiar La Farmacia In España Que Universidad Es mejor Para estudiar La Farmacia 在西班牙 哪一个大学 学习医药学 是最好的呢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我们可能会遇到租房的内容 对不对 很可能遇到租房的内容 那如果我们想在大学附近租房子 我们可能会咨询一下身边的人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咨询的话 要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呢 首先哈 我们说租房子 租房用的这个动词啊 algu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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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子 unbiso unbiso 那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呢 通常会用biso 代表我们要租的这个房子 alguilar unbiso alguilar unbiso 租房的意思 那我们租房 租的这个房子地点在哪里呢 alado de 表示在什么什么附近 对不对 alado de 在哪里附近啊 我们这里又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 在我们这个大学附近 这个大学名字叫什么呢 la universita de complutente la universita de complutente 在 康普斯顿大学 康普斯顿是西班牙非常著名的一个好大学 对不对 那我们在康普斯顿大学附近就是 alado de la universita de complutente 好 那这个租房 贵吗 贵吗 贵我们还记得怎么说吗 贵我们通常说 caro caro 对吧 那 贵吗 es caro es caro 好 我们从头再来整理一下 租房子 alguilar unbiso 在哪里租呢 alado de la universita de complutente 在康普斯顿大学租房子 贵吗 escaro 好 从头A连起来读一遍 alguilar unbiso alado de la universita de convultente escaro 在康普斯顿大学附近租房子 贵吗 那接下来 我们也有同学可能会想要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面 对不对 在学校学生公寓里面 哎 很方便 然后呢 又可以结识很多的一国有人 那我们看一看啊 学生公寓怎么说呢 学生公寓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 resid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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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estudiante 学生公寓 那这里呢 我们鸭鸭老师又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 我们说的是 阿尔卡拉大学 阿尔卡拉大学 阿尔卡拉这个地方怎么读 Alg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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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卡拉大学就是 la universita de Algala la universita de Algala 好 我们说 阿尔卡拉大学有学生宿舍吗 tiene 有 有吧 有什么呢 学生宿舍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 la universita de Algala 阿尔卡拉大学 有没有学生宿舍 那tiene 它的主语是 阿尔卡拉大学 la universita de Algala 是它的主语啊 tiene residencia de estudiante la universita de Algala 阿尔卡拉大学 有学生公寓吗 有学生宿舍吗 那我们有的时候 哎 会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啊 中国留学生多吗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比较喜欢抱团 是不是大家比较喜欢在一起 哎 找一找这种热闹的气氛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中国留学生多吗 要怎么说呢 我们这里 阿尔老师又给大家提到了一个大学 是 卡洛斯三世大学 卡洛斯三世大学啊 那这句话怎么说呢 卡洛斯三世大学 中国留学生多吗 hay hay much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la universidad 卡洛斯三 de Madrid 哎 好 哎 有 有什么呀 muchos estudiantes 很多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啊 chinos 中国的学生 那 在哪里啊 哎 在 卡洛斯三世大学 玛德里的卡洛斯三世大学 La Università 卡洛斯三 哎 这个 我把数字的三啊 三 的 玛德里 好 Hay much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la Università 卡洛斯三 de 玛德里 hay much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la Università 卡洛斯三 de Madre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句 哎 我们有的时候啊 想问一下 哪一个大学收费比较高 对不对 我们想了解一下 各个大学的收费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说呢 首先啊 我们说 在西班牙 in espania in espania 好 哪些大学 收费高啊 cuáles son las Universitades que gobran mucho gobran 收费的意思啊 gobran 收费 它这里是一个第三人称负数的形式 因为它的主语是什么呀 是前面这些大学对不对 这些大学收费 哎 它们是一个 负数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的是第三人称负数的形式 在西班牙 那些大学收费高 在西班牙 cuáles son las universitades que cobran mucho 收费 都收费 cobran mucho en 西班牙 cuáles son las universitades que cobran mucho 就是 在西班牙 那些大学 收费 比较高 的意思 好 今天呢 我们关于学校选择的课程 对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诀网校吧 再见 chau Hola a todos invenidos al clase de chanj so yaya vos de la profesora esvanion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唱诀网校 我是西域老师呀呀 那今天呢 yaya老师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申请学校的内容 关于申请学校啊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绘画用语 好 首先啊 我们想问 如何申请大学 如何申请大学 啊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举一个大学为例子啊 举一个 萨拉曼卡大学为例子 那萨拉曼卡大学要怎么说呢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萨拉曼卡大学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在我们写大学的名称的时候啊 写大学的名称的时候啊 写大学的名称的时候 Universidad这个首字母都是要大写的 首字母都是要大写的 当它作为大学名称出现的时候啊 那萨拉曼卡大学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好 那这里我们说 我如何申请 我们问如何 问方式方法 用 como 对吧 como 好 我申请 我申请 solic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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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申请 那 solicito 这个动词啊 申请这个动词 应该是 solicitar 应该是 solicitar 那 solicito呢 就是它 第一人称 单数的变位 第一人称单数就是我 我申请 solicito 那我申请的这个是什么呀 el grado grado是什么呢 就是本科 本科 grado grado 好 那萨拉曼卡大学的本科 萨拉曼卡大学的本科 el grado de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好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 我如何申请 萨拉曼卡大学呢 como solicito el grado de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como solicito el grado de l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就是我如何申请 萨拉曼卡大学 那接下来下一句啊 我说 我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吗 我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吗 不好意思 这里是直接 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吗 没有人称啊 没有人称 没有人称的话 我们用无人称句 se puede se puede 申请 solicitar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solicito的动词原型 是不是 solicitar solicitar 申请什么呢 申请大学本科 那个el grado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el grado 用lo来替换掉了 表示什么 表示在我们这个对话的过程之中 已经提到过了这个el grado 那这里我们不想重复 对不对 我们就要把它给 替换掉 把它给用lo替换掉 solicitarlo solicitarlo 申请他 然后呢 在网上直接申请 直接 我们怎么说呢 directa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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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 直接的 那在网上又是 por el internet por el internet 好 这句话 可以在网上 直接申请吗 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吗 接下来 我们谈到申请学校 难免要说到这个语言水平的问题 对不对 语言水平的问题 那我们要问啊 那西班牙的大学对语言水平有什么要求 或者说 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是可以被允许的去读西班牙的大学呢 这里我们说语言水平 nivel de lengua nivel nivel 语言水平的意思 水平的意思 什么水平呢 languas languas 语言的 nivel de lengua 语言水平 然后 admitido 接受的 被接受的 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是被接受的 做什么被接受啊 para solicitar el grado 申请这个大学本科啊 申请大学本科 哪里的大学本科呀 d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ña 西班牙的大学的本科 好 我们从头来整理一下啊 que nivel de lengua es admitido para solicitar el grado d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ña 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是被接受的 干什么呢 para 申请 西班牙的大学们 que nivel de lengua es admitido para solicitar el grado d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ña que nivel de lengua es admitido para solicitar el grado de las universidades de España 好 下面一句 我需要通过 哪些考试 我需要通过 哪些考试 就像你要去美国留学 可能要考虎 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去西班牙的 留学呢 可能也要经过 一些考试 也要经过一些考试 那这句话 用修语要怎么说呢 我需要通过哪些考试 cuales son las examines que tengo que pasar cuales son las examines que tengo que pasar examenes examen 考试的意思 examen 那这里我们examenes用的是examen的复述形式 examen的复述形式 examenes 那这里我们用了一个ge 限定一下 限定什么呢 哪样的考试呀 Dengo que pasar 我必须通过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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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go que pasar 好 我们问一下 我需要通过哪些考试 或者说 哪些考试是我 必须要通过的呢 cuales son las examines que tengo que pasar cuales son las examines que tengo que pasar 我需要通过哪些考试 好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一下申请的时间 申请的时间 那我们问时间的时候 通常要用guando 对吧 通常用guando 那这句话我们说 请问我什么时候 可以申请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硕士呢 请问我什么时候 可以申请巴自治大学的硕士呢 好 guando guando puedo 我能 solicitar 是申请的意思对吧 solicitar 申请什么呀 我们这里不再是学士了 不再是大学本科了 是硕士 硕士怎么说呀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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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申请硕士 solicitar el master solicitar el master 哪一个学校的硕士呢 鸭鸭老师在这里给大家举的例子是 八自治大学 八自治大学 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硕士 quando puedo solicitar el master 哪里的硕士呀 我们说八自治的硕士 de la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barcelona 好 这句话连起来啊 quando puedo solicitar el master de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barcelona 好 quando puedo solicitar el master de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barcelona 接下来 我们说 我申请的时候 是不是要寄一些申请材料呢 那 我需要寄哪些申请材料呢 或者说 哪些材料是 我要寄的呢 哪些材料是 cuales son los dokumentos 然后先评一下 什么样的材料啊 tengo que emviar 我要寄的那些材料 cuales son los dokumentos que tengo que emviar emviar 有寄的意思 是 我们之前讲过 cuales son los dokumentos que tengo que emviar 我需要寄哪些材料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同学们想学习更多课程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校吧 Ciao Hola dokumentos alglase de chang chang so yaya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鸦鸦老师 今天呢 鸦鸦老师要带人大家学习 常用西班牙语900句钟 跟签证有关的内容 那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去外国留学的话 特别是去西班牙或者拉美的一些国家 办签证总是力不可少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看 跟留学有关的 关于办理签证的 这些日常的绘画用语 用西班牙语要怎么样表达呢 好 首先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句 你知道如何申请签证吗 你知道如何申请签证吗 这句话 跟西班牙语要怎么说呢 Saves como se solicita la visa Saves como se solicita la visa 啊 这里 Saves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Save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的意思对吧 Saves Saves 好 那我知道是什么呢 我知道是 Sei 对吧 Sei 那您知道 他知道是Saves 好 那这里我们说 你知道如何申请签证吗 如何 我们问的是方式方法 所以要用 Como Como 好 然后呢 申请签证 申请签证 在这里呢 压压老师给大家用的是 Solicitar 这个词 Solicitar 申请的意思 Solicitar Solicitar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了 一个C 加上一个 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句型呢 是我们西语中常见的无人称聚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Visa 就是签证的意思 Visa Visa 好 这句话 你知道如何申请签证吗 Saves Como Se solicita Que necesito Para solicitar Visa 好 好 这里啊 我们从头开始看 Cuáles son 什么呀 什么是那些 Documentos Documentos 这里 材料或者文件的意思啊 Documentos Documentos 那好 什么样的Documentos 什么样的材料啊 这里我们加一个G 表示限定 限定 什么样的材料呢 Necesito 我需要的材料 Necesito 我需要做什么的呀 我需要 Para solicitar La visa 我需要申请签证的材料 我需要申请签证的材料 那签证这个词 我们可以用Visa 也可以用一个Visado Visado也是签证的意思啊 但是这个Visado是阳性的 那这里呢 我们申请 Solicitar Solicitar 申请签证 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单词 我们也可以用Bedir Bedir Bedir Bedir也是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可以用来表达申请的意思啊 我们可以说Solicitar La visa 或者说Bedir El visado 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从头来看一下这句话 Cuáles son los documentos 什么材料 que necesito 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干嘛的呢 Para Solicitar La visa 我需要用来 签证 签证的 Cuáles son Los Documentos que necesito 需要办理签证吗 去国外学习 需要办理签证吗 那这里哈我们用的是办理这个动词 Tramitar Tramitar 我们之前也见过他对不对 Tramitar La visa 同样也是办理签证的意思啊 那接下来 Bara Estudiar Estudiar 还记得吗 就是学习的意思 Estudiar Estudiar 那在哪里学习啊 在国外 In el extranj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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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哈 那这里呢 我们是做名词来解释的 做名词来解释 就是国外的意思 那它同时呢 也是一个形容词 那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国的 外国的 那我们可以说啊 如果我们说一个外国的友人 一个外国的友人 假如它是一个男生的话 男生的话 我们说是amigo 对不对 一个外国的友人 Un amigo Extranjero Un amigo Extranjero 好 那如果它是一个女生呢 Una amiga Extranjera Una amiga Extranjera 也就是一个 女性的外国朋友的意思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这句话 去国外学习 需要办理签证吗 首先需要 Se necesita 办理签证 Tara mitar la visa 干什么用啊 Para estudiar en el extranjero Se necesita Tara mitar la visa Para estudiar en el extranjero 就是 去国外学习 需要办理签证呢 好 下一句啊 我该在哪里办理签证呢 我该在哪里办理签证 首先我们问的是 哪里 对吧 问的哪里 所以要有 D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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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edo Puedo 是我能的意思 Puedo 然后再来 Hacer 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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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mites De visa 就是办理签证 就是办理签证的意思 好我们两次来一起看 我应该在哪里办理签证呢 Donde Donde Puedo Hacer Las Las Lamites De Visa Donde Puedo Hacer Las Lamites De Visa 好 接下来 办理签证 花费 多少 我们问 花费 多少啊 也是有一个 固定的用法 对不对 Cuando Cuesta Cuando Cuesta 什么什么 花费多少 在这里我们说 申请签证 花费多少 申请签证 Solicitar La Visa Solicitar La Visa 或者我们可以说 Pedir L 刚才我们学过的那个词 Visado 也是 同样也是申请签证的意思 Cuando Cuesta Solicitar La Visa 或者我们说 Cuando Cuando Cuesta Vidir El Visado Cuando Cuesta Vidir El Visado 办理签证 花费多少 好 接下来 下面一句 我们可能会聊到 关于拒签的事情 对不对 非常难过 如果很不幸运 被拒签了 我们可能会怎么说呢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说我的签证 申请 被拒签过 我的签证 申请 被拒签过 这里 Mi 就是我的 这里呢 Solic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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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申请的意思 申请的意思 那它在这里呢 是一个名词 在这里是一个名词啊 那 Mi Solicitus 就是我的申请 我关于什么的申请啊 Visado 我关于签证的申请 Mi Solicitus Solicitus Devisado Mi Solicitus Devisado 我是签证申请的意思 被拒签过 被拒绝了 Fue Rechazada Fue Rechazada 这里 Rechazada 就是被拒绝了的意思 被拒绝了 被回绝了 被否定了 就可以这么说 那这里这个Fue是什么呢 Fue是什么呢 因为啊 同学们观察一下 我们这句话 我说我的签证被拒签过 对吧 之前被拒签的 曾经被拒签过 所以这是一个过去时 这是一个过去时啊 这句话是一个过去时 那我们这里用Fue 表示的也是过去时 Fue这个词啊 Fue这个词是 诶很熟悉吧 Ser这个词 Ser这个词的 一般过去时在 第三人称的变位 一般过去时在 第三人称的变位啊 它的 一般现在时 第三人称的变位是 S 诶这样看同学们都认识了 对吧 它的 一般现在时 第三人称的变位 S 然后这里是 过去时的变位啊 Fue同样是 是的意思 是怎么样了呀 rechazada 诶 被否定了 被拒绝了 我的签证申请 被拒签过 Mi solicitus de visado Fue rechazada Mi solicitus de visado Fue rechazada 诶 我的签证申请 被拒签过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学习关于签证的内容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课程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校吧 我们下次课再见 Hasta luego Hola de todos Sinvenidos Alglase de唱曲 Soy Yaya Vuestra professora De ferniol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 唱学网校的课堂 我是西语老师 Yaya 好 今天呢 Yaya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些关于住宿方面的内容啊 关于在你求学的旅程中 在出国留学的时候 可能遇到的关于住宿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具体的可能有哪些绘画内容呢 好 首先 可能很多同学都会去申请大学宿舍 对不对 会申请我们去那个留学的大学的大学宿舍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学宿舍 我们通常会用哪个单词呢 我们通常会把大学宿舍叫做 Reside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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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宿舍的意思 大学宿舍的意思啊 那好 我们这句话 Como puedo solicitar la residencia Como puedo solicitar la residencia 这里Como啊 很熟悉了 询问方式方法 对不对 如何的意思 那Puedo 我能 我能 Solicitar 我们上次课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申请 Solicitar Solicitar 那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申请签证 对吧 Solicitar La visa Solicitar La visa 那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 Solicitar 宿舍 La residencia Solicitar La residencia 好 这句话 我该如何申请大学宿舍 Como puedo Solicitar Solicitar Residencia 我们刚刚在上一页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就是宿舍的意思 那离什么什么远吗 我们通常会怎么说呢 Estar 在哪里 对吧 我们会说Estar Lejos Lejos 好久不见到这个单词了 对吧 Lejos 什么意思呀 就是远的意思 Lejos Lejos 好 距哪里远不远 我们后面加一个De 然后后面加上你的 要说的那个距离的地方 La universidad La universidad 好 那宿舍离大学远吗 La residencia Está lejos De la universidad La residencia Está lejos De la universidad 宿舍离大学远吗 那我们再回应一下 我们说离的近 近要怎么说呢 c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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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说大学 宿舍离大学近吗 宿舍离大学近吗 La residencia Está近 cerca De la universidad La residencia Está cerca De la universidad 宿舍离大学近吗 好 这里呢 我们再看一个 有关于合租公寓的内容 有关于合租公寓啊 那我们可能在国外的时候 会几个小伙伴一起 或者和外卫有人 一起 我们来一起租一个公寓 大家一起住 这种呢 也是在国外留学的过程中 比较常见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合租公寓啊 怎么说呢 首先啊 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租这个公寓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那合租公寓 我们会怎么说呢 GOMPAR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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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BISO 那这句话我们如果说 合租公寓比住宿舍更便宜吗 什么什么 比什么什么更便宜啊 ES MASPARATO 对不对 是 MASPARATO 是更便宜的 是更便宜的 比谁呢 加一个 GUE 然后再加上 你比较的这个东西 住在学校宿舍 BIVIR EN LA RESIDENCIA BIVIR 是什么意思 住的意思 对吧 BIVIR BIVIR 居住生活 EN LA RESIDENCIA 住宿舍 BIVIR EN LA RESIDENCIA 好 我们这里啊 再看一遍 合租公寓 我们通常会说 GOMPARTIR EL BISO GOMPARTIR EL BISO 好 住在宿舍 BIVIR EN LA RESIDENCIA BIVIR EN LA RESIDENCIA 住在宿舍 好 那我们这里说 合租公寓 比住在宿舍 更便宜吗 COMPARTIR EL BISO 是 MASPARATO QUE BIVIR EN LA RESIDENCIA COMPARTIR EL BISO es MASPARATO QUE BIVIR EN LA RESIDENCIA 合租公寓 比住宿舍 更便宜吗 好 我们这里再问一下 租金是多少 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问一下 租房子的房东 租金是多少 或者跟我们同学们探讨一下 你们家的租金是多少呢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租金这个单词 al al quiler al quiler alquiler 租金的意思 好 租金是多少 quando questa 对吧 quando questa el alquiler quando questa el alquiler 租金是多少 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 房间大马 房间大马 房间这个单词我们也见过 对不对 在我们学习预定酒店的内容的时候 讲过房间 那这个单词怎么读还记得吗 A BITACIÓN ABITACIÓN ABITACIÓN FONGCIEN的意思 那房间 DAMA Es GRANDE LA ABITACIÓN Es GRANDE LA ABITACIÓN 就里 GRANDE DADE GRANDE GRANDE Es GRANDE LA ABITACIÓN FONGCIEN DAMA 那鸭鸭老师带着大家稍稍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啊 我们说干净的 干净的 怎么说呢 也是我们在预定的时候学习的内容啊 LIM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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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说房间干净嘛 要怎么说呢 房间干净嘛 要怎么说呢 我们说 Es LIMBIO LA ABITACIÓN 有没有听到 鸭鸭老师说的是 LIMBIO 是LIMBIO 为什么呀 因为 LA ABITACIÓN 对吧 ABITACIÓN 这个词是 阴性的 所以修饰它的形入词 也要变成相应的 阴性的形式 LIMBIO LIMBIO 因为 ABITACIÓN 是阴性的 所以修饰它的 形入词也是 阴性形式 好 房间干净嘛 Es LIMBIO LA ABITACIÓN Es LIMBIO LA ABITACIÓN 房间干净嘛 好 接下来 我们会说 房间有没有一些 比较 可以完善的设备呢 这里 房间可以上网吗 那对于我们来说 上网还是生活的 一个必备的需求 对不对 房间可以上网吗 LIMBIO LABITACIÓN DINE ACCESO A 可以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可以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这里啊 可以连接上 连接上啊 ACCESO 它有一个通道的意思 我们就这么理解啊 有一个到哪里的通道 有一个到哪里的通道 有一个连接着互联网的通道 DINE ACCESO A Internet DINE ACCESO A Internet 有一个连接互联网的通道 那房间可以上网吗 LABITACIÓN DINE ACCESO A Internet LABITACIÓN DINE ACCESO A Internet 房间可以上网吗 好 今天呢 我们关于住宿的内容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想学习更多精彩的课程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校吧 我们下次课再见 Hasta luego 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clase de Chancher Mucho gusto informer a verte Soy Yaya Vosera profesora de Spaniel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唱学网校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是西班牙语老师Yaya 那今天呢 Yaya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一下 关于在大学学习中 在大学学习中 可能用到的一些日常的绘画的内容啊 关于日常绘画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诶 首先啊 我们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西班牙 或者说在其他的欧美的大学 课程表 是不是要自己制定的呢 诶 我选哪一门课 哪一个老师什么时间上 都是自己和自己安排的 并不是像我们在国内的学校这样 学校已经给你制定好了一个课表 你到时候去这个教室 跟着学校的安排走就好了 就是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课程都是根据我们自己来进行安排的 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说制定课表怎么说呢 制定课表怎么说呢 elaborar 制定制作的意思 制作的意思 elaborar 制作什么呀 el horario horario horario也是日程表的意思 日程表的意思啊 那我们在这里把它理解成课表也是可以的 elaborar el horario elaborar el horario 制作课程表 elaborar el horario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句话说的是 课程表需要自己制定吗 课程表需要自己制定吗 tengo que elaborar el horario 那我们接下来看自己怎么说呢 por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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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呢 鸭鸭老师是以自己为例 我是女生对吧 所以我这里用的是 misma misma 那如果你是个男孩子的话 你要说 por mi mismo por mi mismo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por mi misma por mi mismo 好 这句话 课程表需要自己制定吗 tengo que elaborar el horario por mi misma tengo que elaborar el horario por mi misma 课程表需要自己制定吗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好 如果我们说 这门课 我觉得很有趣 这门课 我觉得很有趣 那 这门课 或者说这个学科 诶 我们用哪一个词呢 我们通常会说 但是 assigna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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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门课 这门学科 我们通常会这么说 那这节课 我觉得很有趣 esta assignatura me parece muy interesante interesante 有趣的 有趣的 interesante 很英语 有点像 对吧 好 这节课 使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用的是 parece 对吧 这节课 让我 怎么怎么样 parece的主语 就是这节课 这节课 我正门课 我正门课 这门课 我觉得很有趣 那鸭老师刚才口课 我说这节课是什么呀 这节课我们会说 glaste 一节课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如何选课 选课 那我们这里 顺着一个词啊 选择 seleccio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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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的意思 seleccionar seleccionar 好 我们这里说 我如何选择这门课 我选择 我选择 seleccionar 在现在时里面 第一人称的便为 我 selecciono selecciono 好 我如何选择 这门课呢 如何 como 我选择 selecciono 这门课 esta assigdatura como selecciono esta assigdatura como selecciono esta assigdatura 我如何选择 这门课 好 接下来 还有一个 在国外学习 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不对 关于论文的 关于准备论文 那论文这个单词呢 我们通常会用 desis 来表达 desis desis 好 那我们这句话 说 我有多长时间 来准备论文 我有多长时间 来准备论文 多长时间 多少时间 cuando tiempo cuando tiempo 我有 tengo cuando tiempo tengo 在干嘛呀 para 然后 准备论文 论文我们说的 desis el desis 那准备就是 preparar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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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rar preparar preparar 好 准备论文 preparar el desis preparar el desis 那我们再换一种说法 那我们再换一种说法 我们说准备 早餐 大家还记得早餐怎么说吗 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desayuno 准备早餐 preparar el desayuno preparar el desayuno 好 那我们这里把这句话 又回过来 再回过来看这句话 我有多长时间来准备论文 cuando tiempo tengo para preparar el desis cuando tiempo tengo para preparar el desayuno 接下来 我说 哎呀 这节课我觉得很难 很多内容我都不明白 首先我们看 这节课 好难 这节课 esta glase esta glase 这节课 一节课啊 我觉得 很难 me resulta muy difficil resulta 我们之前也见过 对吧 resulta 是我觉得怎么样啊 是我觉得非常的难 diffi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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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节课 我觉得很难 estaglase me resulta muy difficil estaglase me resulta muy difficil 哎 我觉得这节课很难 然后呢 好多内容我都不明白 hay muchas cosas geno enviendo ay 有的意思 对吧 muchas 很多的 很多的什么呀 gosas gosas 很多东西 我们就在这里 把它理解为内容啊 东西啊 或者是 就是课程的相关的 呃 点啊 我们都可以说 muchas gosas 对吧 这个gosas 这个意思啊 其实还是很灵活的 主要我们根据语义 来进行推测 就可以了 广泛的就是指东西 对吧 hay muchas cosas que no enviendo enviendo 我明白 我懂了 enviendo enviendo 那它的原型是什么呢 呀 老师在这里给大家稍稍的隐身一下 envender entender entender 它的原型是entender entender就是明白的意思 我明白就是 enviendo entender entender 我不明白 那就是 no enviendo no enviendo 好 hay muchas gosas 什么样的 gosas呢 s s enviendo entender 不明白 的 go s 不明白 的 ner 不明白 的 东西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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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详 我认为 很难 esta clase me resulta muy difícil, hay muchas cosas que no entiendo. 好,下一句,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时候考试,问时间,我们通常会说, quando,然后呢,será,这里我们用的是一个将来时的时代,将要考试,什么时候将会考试, quando será,考试,el examen,quando será el examen,quando será el examen, 就是问,什么时候考试的意思,好了,今天呢,关于大学学习的内容,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唱语网项吧,我们下次再见,chau! 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Chanchu, que alegría de volver a verte, soy Yaya, vuestra profesora de español,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次来到我们的唱语网项,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我是西域老师Yaya,好,今天Yaya老师要给大家学习一下, 跟考试有关的内容,跟考试有关的内容,会不会很紧张呢,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如果在国外讨论到考试的话, 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样的绘画内容呢,好,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我跟别人讲,我需要准备考试,我需要准备考试,我要怎么说呢, 来上一节课,Yaya老师,跟大家学习过了准备论文的说法,准备论文, 我们用到了这个单词,preparar,pre-ba-rar,pre-barar, 准备论文怎么说呢,preparar el desi,preparar el desi,好, 我们这里说,我需要准备考试,我需要,necesito,necesito, 然后准备考试,preparar,para el examen,necesito preparar para el examen, 我需要为考试,为考试准备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 这个考试是笔试还是口试,笔试还是口试,我们先看一下笔试要怎么说呢, 侵上 resource si我们希望说 exámen,esenceito,esessenito,es 口式就是下面这个 examen oral 口式呢 还是 鼻式 鼻式还是 他是口式呢 接下来,我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考试了,我要怎么讲呢? 比如我们这里说,我生病了,我生病了, 然后呢,我不能参加考试,不能,参加考试,我们可以用这个动词啊, assistir,去哪里呢?al examen,我们说al就是a和l连在一起的形式,al examen, 那这里呢,鸭鸭老师再跟大家讲一个,期末考试怎么说呢?期末考试,examen,final, 好,期末考试,examen,final,examen,final,我们这句话,大家老师来变成说我生病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 好,接下来,下面这个我要参加多少们考试,我要参加多少们考试,多少考试,cuántos exámenes,cuántos exámenes,好, 我要参加,tengo que asistir,tengo que asistir,cuántos exámenes,tengo que asistir,我要参加多少们考试, 那同学们有注意到啊,我们在这个examen这个单词上面,我们在r上面加了一个重音符号, 那我们反过头来看一看上一页,上一页这个examen我们就没加,为什么呢? 因为呢,在我们西域中呢,有一个中毒的规则,在我们西域中呢,有一个中毒的规则,它是什么样子呢? 好,那我们看啊,大家老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点点啊,中毒规则里面其中的一个, 我们看这个单词examen,examen,它是以符音n,以符音字母,符音字母n结尾的, 以符音字母n结尾的,它叫n,然后呢,这样的单词,它的中毒的音节在于倒数第二个音节上面, exa,在这里,对吧?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后面加上了它的复数形式, 以a的结尾单词,复数形式要加,as,对吧? 复数形式加了as,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我中毒的位置就改变了, 中毒的位置就不在这里了,而是变成了examenes, examenes,知道了吗?所以呢,为了保持这个原单词,自己的读音, 我们要在这里加一个中音符号,告诉大家,中毒的地方在这里,examenes, 而不是根据后面这个,加了复数形式而改变的单词, 把中音也要改变,不是这样的啊,要保持它这个原单词的读音,examenes,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是quandos,examenes, dengo que asicir,有了一个中音符号。 好,我们接下来说,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老师,对吧? 你可以星期二去办公室,问老师,首先还记得星期二怎么说吗? 星期二,mardes,mardes,好,星期二你可以去办公室, 而mardes你可以vuedes,去办公室,ir,去对吧? 啊,去哪里?办公室,la ofic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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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 a la oficina, 去办公室,ir a la oficina,星期二你可以去办公室,el martes puedes ir a la oficina, 去办公室干什么呀?加一个啊,去问老师, 那,问,这个单词提问,怎么说呢? pre-gun-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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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gun-tar,问谁啊?问老师 professor professor pre-gun-tar al professor 问老师,那我们这里,如果是一个女老师的话,我们要怎么说呢? pre-gun-tar a la professora professora 女老师 professora 好,问女老师 pre-gun-tar a la professora 好,这句话我们连在一起啊 星期二,去办公室 el martes puedes ir a la oficina 去问老师 los contenidos los contenidos los contenidos 啊,这里加了一个s,我们用的是负数的形式啊,那内容这个单词, conten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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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ido,内容的意思,那重要的, import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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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e,好,更重要的内容,对吧? 所以前面加了一个mas,前面加了一个mas, cuales son los contenidos más importantes, cuales son los contenidos más importantes,哪些是这个考试的重点? 好,今天呢,关于考试的内容,亚亚老师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精彩课程的话,你继续关注我们的畅学网校吧,我们下节课再见, hasta la próxima clase! Hola de dos, bienvenidos, a clase de chanx, soy Yaya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唱学网校,我是Yaya老师 今天的,Yaya老师要带领大家学习一下跟图书馆有关的一些绘画内容 跟图书馆有关的绘画内容 我们看一看,我们具体会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呢? 首先,我们要去图书馆借书,对不对? 那我可能会问一下,周围的同学,或者说老师,请教一下 我要怎么在图书馆借书? 怎么在图书馆借书啊? 那怎么,诶,问方式方法,对不对? 我们要用gomo,gomo,好,在图书馆借书 借书我们会怎么说呢? 在借,向别人借这个动作啊 我们发出向别人借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用bedir这个词啊 bedir,很常见,对不对? 那我们借书呢,就可以叫bedir el libro bedir el libro 那这里呢,bito是bedir,在一般现在时第一人称我 变位,对不对? 我借,bito bito,好,借书 bito el libro bito el libro 好,在图书馆呢 再我们用en 图书馆,la biblioteca 好,图书馆这个单词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接触,对不对? biblioteca 图书馆的意思,这句话啊,连在一起 我怎么在图书馆借书呢? como bito el libro en la biblioteca como bito el libro en la biblioteca 我怎么在图书馆借书? 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图书馆很发达,很新近,可以在网上预定这些书,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在网上预定这本书,我们要怎么说呢?首先让大家复习一下,还记得这个,在网上要怎么说吗? 我们在网上怎么怎么样,通常都会用,por el internet,por el internet,在网上怎么怎么样,好,那我说,我可以在网上预定这本书吗? 我能,我可以,puedo,预定,reservar,reservar,我能在网上预定这本书吗? 这本书,este libro,好,我们再一起,puedo,reservar,este libro,在网上,por el internet,好,再来一遍,puedo,reservar,este libro,por el internet,我能在网上预定这本书吗? 好,我们再看啊,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问,诶,这个图书馆可以上网吗?我能在图书馆上网吗? 那这个句式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那个,我们租房子,找住宿的地方,问房间里可不可以上网? 诶,一样的啊,都用了这个dieneacceso a internet,dieneacceso a internet,是不是很相似呢? 好,那我们只是把abitavion换成了bibliotheca,bibliotheca,接下来图书馆可以上网吗? la bibliotheca tieneacceso a internet,la bibliotheca tieneacceso a internet,在图书馆可以上网吗? 好,下面一句,如果有同学非常不小心把书弄丢了,对不对? 那你如果把图书馆的书弄丢了,其实还是要赔图书馆一本的,或者有相应的惩罚你的措施,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下,如果我把书用丢了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怎么说呢? 好,que puedo hacer,大家猜猜什么意思呢? que,表示什么,对不对?我能puedo hacer,是做,我能做什么? que puedo hacer? que puedo hacer?好,我能做什么? b是如果的意思,对不对? 如果,如果,bierdo el libro,bierdo,non丢了,哎,它的原型是,perder,perder,对吧? 它的原型呢,我们说bierdo是,一人称我的便位,我能丢,能丢了,书,el libro,bierdo el libro,我把书弄丢了。 好,那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我把书弄丢了,我要怎么做呢?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que puedo hacer?我能怎么做? si,bierdo el libro,如果我把书弄丢了,好,论起来,que puedo hacer? si bierdo el libro? que puedo hacer? si bierdo el libro? 哎,如果我把书弄丢了,怎么办呢?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句啊,同学可能会问,在图书馆可不可以吃东西呢? 那我们这个每个国家,或者说每一个学校的规定都不同,有的学校的图书馆可以吃东西,有的学校的图书馆是严厉禁止吃东西的,是不可以的,那如果你的肚子很饿,或者你带个水果,想尖心的时候吃一下的话,还是要问一问每一个图书馆的规定的,对不对?这个图书馆能不能吃东西啊? 好,se puede,这里我们用的是无人称聚,对吧?无人称聚,那,comer,吃的意思,吃的意思, en la biblioteca,就是在图书馆 好,那我们这里不说吃东西啊,我们说,在图书馆可以说话吗?在图书馆可以说话吗?说话这个单词怎么说呢? hab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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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话的意思,我们说在图书馆可以说话吗? se puede hablar en la biblioteca,se puede hablar en la biblioteca,在图书馆可以说话吗? 或者我们换在图书馆可以聊天吗? 闲聊,这个词,challar,有点难发,对吧? 没有两个r在,chal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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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问,在图书馆可以闲聊吗? se puede charlar en la biblioteca,se puede charlar en la biblioteca, 好,那如果我们找书的时候啊,发现有一本想要的书我找不到,想找的书找不到, 我们可以跟图书馆的管理员求助对不对,让他帮我们找一下, 那我们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说,我找不到这本书,或者我不能找到这本书, no puedo encontrar este libro,no puedo,很熟悉了,我不能,我不能怎么样啊,encontrar, 找到,找到,找到的意思,找到这本书,este libro,este libro,从头,no puedo encontrar este libro,no puedo encontrar este libro, 我找不到这本书,然后求助,podría ayudarme,podría ayudarme,podría,还记得吗? 是我们在条件式的一种用法啊,条件式的用法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对不对? 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那你能帮我一下吗? podría ayudarme,podría ayudarme,好,这句话我们连起来,我找不到这本书,你能帮我吗? no puedo encontrar este libro,podría ayudarme, 哎,好,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跟图书馆有关的绘画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你都掌握了吗? 那如果想学习更多精彩内容的话,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唱学网校吧,我们下次课再见, hasta luego! 我来的都是,你的你的都是,阿格拉夫的唱学,所以亚亚,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唱学网校,我是亚亚老师,那今天呢,亚亚老师要带领大家学习,哎,跟讲学经有关的内容,那既然上学总是难免要提到,讲学经这个东西了,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啊,跟讲学经有关的绘画内容,我们会学到什么呢? 哎,首先我们可能会问一下周围的同学,或者问一下学校的工作人员,如何申请讲学经,如何申请讲学经啊,那我们看一下,讲学经这个单词,哎,我们会用bega来表示,bega,bega,好,那申请讲学经,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的单词了,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说如何申请讲学经,como se solicita la bega,como se solicita la bega,这里se solicita,大家看到就会知道啊,这就是我们西班牙语中常见的一个句式,对不对? 叫做无人称句,叫做无人称句啊,如何申请讲学经怎么说,我们再来说一遍,como se solicita la bega, como se solicita la bega,好,接下来,哎,我们也可能会问人家说,申请讲学经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或者我们问,哪些是申请讲学经的条件呢? 那这里我们看,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或者说,哪些是需要的条件,要怎么说呢? 哪些是什么呀? 条件,las condiciones, cuales son las,这个单词,condiciones,condition,condition,condition,一个阴性的名词,它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条件的意思,condition,condition,那我们说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肯定不能只是一个条件,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conditiones,那我们说的是音声的,所以前面是las,las condiciones,las condiciones,再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Cuales son las condiciones? 好,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问,问别人,哎,你今年得到奖学金了吗? 你今年得到奖学金了吗? 我们这里啊,说今年得到奖学金了吗? 问的是已经得到了,对不对? 你已经得到奖学金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完成实态,完成实态啊,我们看到了as de nido, as de nido,大家以后可以记住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构,哎,就是一个完成实的结构啊,as de nido,你已经有,有什么呀? 奖学金,la vega,什么时候? 今年,对吧? este año,este año,哎,今年,este año,好,这句话我们回过头来一起读一下,你今年得到奖学金了吗? as de nido,la vega,este año,as de nido,la vega,este año,你今年得到奖学金了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句,哎,你说,你知道奖学金是多少吗? 您知道奖学金是多少吗? 我们看啊,首先,您,usted,usted,知道,您知道,第三人称,对吧? sabe,sabe,sabe,好,奖学金是多少? cuando vale la vega,cuando vale la vega,cuando vale la vega,好,您知道奖学金是多少吗? usted sabe cuando vale la vega? usted sabe cuando vale la vega,哎,您知道奖学金是多少吗? 好,那如果我们可能会问啊,你如果没有得到奖学金怎么办呢? 你如果没有得到奖学金怎么办呢? 我们说,gay as grace,as就是你做,对不对? 你做,as de这个词, as de这个词,as de这个词在第二人称,你,的便位,as de, emphasize, 你怎么做? 如果你没有得到奖学金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没得到奖学金 你会怎么做呢? 好,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哎呀,我得到了奖学金 我想用它出国留学 我想用它出国留学 那好,我们看一下 我想 quiero 出国留学,出国学习 在国外学习的意思 好,我想去国外学习 quiero estudiar en el extranjero 我想用我的奖学金 去做什么呢? 我想用我的奖学金 我们这里小小的举个例子 说吃一顿大餐 那怎么说呢? quiero,我想吃对吧? quiero comer comer什么呢? 啊, una 我们说一顿晚餐吧 una cena 美好的,好吃的 deliciosa 举个例子啊 我们想美美的吃一顿晚餐 我想用我的奖学金 美美的吃一顿大餐 就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学习的 跟奖学金有关的内容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你都掌握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如果想学习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 唱学网校吧 同学们再见啦 恰恰 Hola de 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Chancher Soyaya Voy para la profesora DeFanio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唱学网校 我是西班牙语老师 Yaya 那今天呢 我同学们跟Yaya老师 一起学习一下 关于假期 关于有关假期的 绘画用语啊 那我们作为学生的话 最美好的时间 就是这个假期了 对不对 每一年每一学期 最期盼的 就是可以度假的日子 那我们看一看 有关假期 我们可能会用到 什么样的绘画用语呢?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可能我们先会问一下 假期有多长时间 放多长时间的假 那我们怎么说呢? Cuando tiempo dura las bagaciones 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假期这个单词 我们怎么说呢? bagatium bagatium 因为它是 因为假期啊 通常不只是一天 对吧 所以我们往往呢 在使用bagatium 这个单词的时候 要用的是它的 附属形式 附属形式 bagatium bagatium 加i s 去掉重音符号 bagatium 好 那我们问 假期多长时间 就是这个假期 会持续多久 对不对? 会持续多久 用durar 表示持续多久 就像我们之前问 说飞机 就是飞行时间 是多久 一样的 都是用durar 这个词啊 那好 我们看一下 guando tiempo duran las bagationes 假期 会持续多长时间 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guando tiempo duran las bagationes guando tiempo duran las bagationes 就是假期 有多长时间 的意思 接下来 如果同学们问 什么时候放假 什么时候 开始假期啊 同样问时间 我们用 guando guando empiezan las pagationes guando empiezan las pagationes 好 这里这个 empiezan empiezan 开始 的意思 开始 它的原型 是什么呢 它的原型 是empezar empezar empezar 好 那这里呢 是它第三人称 负数的变位 在一般现代史里面 第三人称 负数的变位 它的主语是谁啊 就是 什么开始啊 假期开始 对不对 las bagationes las bagationes 所以呢 所以呢这里是第三人称 负数的变位 empiezan empiezan 好 这句话啊 假期什么时候开始 或者说什么时候放假 cuando cuando empiezan las pagationes cuando empiezan las pagationes 好 那如果我们问 什么时候放暑假 放暑假 就是放夏天的假 对不对 那 暑假怎么说呢 就是 las pagationes de verano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我们可能会问一下 我们的小伙伴 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对不对 假期打算做什么 那我们这里说 假期你打算做什么 怎么说呢 que pasa ser en las pagationes que pasa ser en las pagationes 做什么 问什么 我们说 用 que 好 bas 你要 怎么怎么样 你要 a hacer 你要做什么 vas a hacer 你要做 什么 对吧 que basa hacer 你要做什么 好 什么时候呀 表示在什么什么时间这里 las pagationes 在 假期 en las pagationes 好 假期你打算做什么 que pasa hacer en las pagationes que pasa hacer en las pagationes 假期你打算做什么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句 我要跟大家说我的假期的安排了 我说我假期想要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旅行 好 好 首先啊 我们来复习一下 大家还记得旅游旅行这个单词怎么说吗 动词 动词 旅游的动词是 biajar biajar 好 我想要去旅游 quiero biajar 那我们这里说和家人一起去旅游吧 和谁 我们用共 用共来表示 和 我的家人 mis familiares 这里家人这个单词 familiares familiares familiar familiar 家人 那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复数 对不对 mis familiares 不只是一个家人 复数的形式 然后呢 什么时间 我们就说了很多次了 en las 所以这句话 从来来看一下 我想去旅游 我用旅游 quiero viajar 和谁 和我的家人 con mis familiares 好 在什么时候 在家旗 en las vacaciones quiero viajar con mis familiares en las vacaciones quiero viajar con mis familiares en las vacaciones 我打算 在假期的时候 和我的家人 一起去旅游 好 那我们把家人 换成朋友的话 还记得 朋友 这个单词怎么说吗 朋友是 amigo 对吧 amigo 那这里 我们用复数啊 不只跟一个朋友 我说我的假期 要跟朋友出去旅游 quiero viajar con mis amigos en las pagaciones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好 那如果有同学 哎呀 非常的忙 说我这个假期 还要写论文 还要写论文 怎么说呢 首先 鸭鸭老师 赞领大家复习一下 还记得论文 这个单词 要怎么说吗 论文是 desis desis 好 我这个假期 要写论文 voy a trabajar con mi tesis en estas vacaciones voy a trabajar 我要怎么样 trabajar 这个词是 工作的意思 工作的意思啊 在这里我们就是指 意思就是指 我要 为我的论文而工作 对不对 就是我要写论文的意思 voy a trabajar con mi tesis voy a trabajar con mi tesis 在这个假期 en estas vacaciones en estas vacaciones 好 假期我要写论文 voy a trabajar con mi tesis en estas vacaciones voy a trabajar con mi tesis en estas vacaciones 接下来 有一同学可能会说 假期想要做兼职 那如果你问别人 你说 你假期要做兼职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vas a buscar un trabajo a tiempo parcial 好 这里啊 trabajo a tiempo parcial 就是兼职工作的意思 兼职工作的意思 首先我们看这个单子 traba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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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意思 工作的意思 那什么样的工作呀 a tiempo parcial parcial 是部分的 部分的时间 部分的时间 来做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呀 a tiempo parcial 在部分时间做的工作 也就是兼职工作 兼职工作 trabajo a tiempo parcial trabajo a tiempo parcial 兼职工作 好 你要找一个兼职工作吗 你要找一个兼职工作吗 vas 你找一个兼职工作吗 你家似要做兼职工作吗 o mejor me要加一个 在家似的 en las pagaciones en las pagaciones 好 你家似要做兼职吗 vas a buscar un trabajo a tiempo parcial en las pagaciones 好 我们今天呢 讲的有关 假期的内容 就为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想学习 更多精彩内容的话 请继续关注 我们的唱曲 浪校吧 我们下次可再见 Hasta la próxima clase 再见 再见